嗨 大家好 我是德哥 今天要來分享木吉他的故事 同時 我們要來把昨天沒有喝完的半罐紅酒喝掉 冰冰箱 看得到上面還有這個水霧的痕跡 保鮮膜加瓶蓋 這是我所想得到最簡單也是最保鮮的方法 然後我們現在 喔 有點緊耶 所以我那個開瓶器在旁邊備用 現在先來開 現在要把 嗯 香 這一瓶喝完 耶 好 我們開完了 聞起來是沒有 辨子的問題 其實我不知道冰過紅酒什麼 我一般喝到紅酒都喝常溫的 跟白酒比較不一樣 好 先確定 很好 口味沒變 好 開多一多汁 這個紅色本來是我最討厭的口味 但是 配紅酒 也不讓我吃喔 配紅酒意外的棒 所以就 來 好 今天我們來 分享木吉他的故事 Keyler跟Martin 我的看法 我們現在就來分享一下 一個 腦充去買了 81471 Limited Edition 台灣限定款 可可菠蘿車被買的人 的想法 我覺得這樣還不錯 我直接有一個 蠻高的基準點 可以來比較 我到底是潘娜 還是 我花得很聰明 我們現在就來分享一下 多一多汁 好 好 這是水 紅酒 然後看這個能不能當背景 這一罐 不良示範 這個盡量飲料 不要出現在這個地方 當然啦 因為這是我的空間 所以我可以這樣擺 OK 疑似感 戴個手錶 好 現在我們來分享一下說我對Taylor的看法 首先 首先 我們要先來釐清一下 我買了什麼樣的Taylor 我買的Taylor是 Taylor 814CE Limited Edition 台灣特別版 所以 他會 考慮的 的那個範疇會不太一樣 我們可以先從看到說 好現在BabyTaylor BabyTaylor真的很便宜 雖然我沒有考慮過BabyTaylor 我其實那個時候應該要先試一下 我有談過 但我覺得還好 好像我這個BabyTaylor是不是有效現場跟Size不太一樣 然後分Baby跟BigBaby 然後價格大概是449美金跟499美金 這個價格是 真的 很漂亮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499 GS mini 超級 有名 紅的一個 一個產線 真的我覺得這個CP值在炸裂還有全桃花青木的 然後 Big BabyTaylor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Academy是一個有趣的型號 因為Academy在後面也是這樣說你要CP值什麼之類 Academy 是一個不錯的型號 然後也是一樣 Taylor有一個規則 跟Martin是一模一樣的 什麼規則呢 那個數字越大越厲害 然後你看到一串規律的數字出現 恭喜你 你來到Standard系列了 為什麼 像 你到這個799 所以Academy 10 12 12 12E 等等的 1我們知道代表Electronic代表電路 再往上799開始來到110CE Taylor的經典之作 110 這什麼 XE 10比較少見 12 14 之類的這個型號 還有尼龍弦的版本 它說實在的價格實在是很漂亮 我記得是墨西哥生產的 不能夠直接 幫我開一個新的分頁 尼龍弦 然後 有趣的這個 Sappler Back and Side Sappler的測備版 而且是複合式多層聯合的 然後這個有趣的雲山 這看起來是單版 它就得先寫Tap 然後 Neo Trapico Maukele Neck 竟然是桃花仙墓的那個 然後這個 West African Evony 這個竟然有Evony的紙板 而且也是這個 Expiration System 2的Electronic 跟 Taylor Bar 1111是一樣的 所以如果官網上沒有 寫的是屬實 從 1系列到 8系列 甚至 9系列 應該也是 都是 Expiration EX2這個系列 所以它電路基本上 實驗器是一模一樣 那至於為什麼聲音會有差 那就是 關鍵 好 然後 我想來看一下 好像沒有特別寫到產地 Feature 尼龍弦 那這個 實驗器的系統 Cutway 其實這把琴有點漂亮 以 一把 799 這個 這個價格 你在電吉他 你可以買到 Fender的Player 第二代 然後你大概在 EvFORM你也可以買到 Standard 大概是這個感覺 有些特別塗裝 121 這個等等 有14頁 有沒有辦法 我想一下 我們直接從GA統身開始看 可以有一個比較 大致上的 快速的理解 直接從GA 所以 接下來 我覺得 114之後的這個價格順序會開始飆漲 你看 114跟214 差了200塊美金 然後214跟 254喔 這個254這個型號 都比較不熟 還有一些比較有 Plus 等一下再看Plus 214的 特殊款 AD OK 你現在有這個顏色 1799元 然後 214台幣 已經開始有看到什麼 5萬啊 6萬啊 之類的數字 314開始就是什麼 6萬 7萬 8萬 然後414可能就要 89 10萬左右 的這個價格 然後 很有趣的是 不知道為什麼 414之後會直接跳6147 欸其實有514 但是 514614714814這個 超近的 對 這個價格就很迷 不知道為什麼 有時候614還會比714 高 為什麼 然後814 就來到3999 這個就通常 大部分 每一場 Fender Custom Shop 的那個 你說分水嶺或是開始 這個點 Starting point 就是開始 你會出現什麼各家的 例如說什麼 ES335 然後 DASPORT Custom 然後什麼 Fender Custom Shop 等等的 等下我們再看Martin 我們都覺得很有趣 因為 以前我一直以為說 是不是 Taylor比較便宜 因為他比較算是一個 新興的廠牌 所以會像 一樣的價格 可能你在Taylor上面可以拿到比較好的 或是一些 現代化的改良 現代化的改良 倒是真的 但是 有沒有比較好 這個就有趣了 而且 有趣的是現在 Taylor 已經是 硬漆 那個 Poly 那個 Urian 的這個材質 我覺得有點可惜 都買了一把 十幾萬的錢 這個不是軟漆 但是 Martin還是軟漆 每一場Martin 這個就很有趣 這個你不覺得這個畫面跟Gibson超像 就像你只要進到每一場就可以開始給你軟漆 這件事真的超有趣的 然後 有趣的是 那一把 Limited Edition跟 Builder Edition的那個價格有點類似 而且在官網上不好找 因為他真的是台灣特別版 不是我被騙 然後 你到9一次直接加2000塊美金 從3999 4000塊美金 變成59996000塊美金了 這個 直接多了半把錢上去 然後機會難得 我想來看一下 然後再上去就是K系列 但你只要摸到Builder Edition的9147基本上 對 你也已經在這個K的這個Range裡面 但是這個我不敢想 所以 所以就 一直沒有特別去研究這個K系列 的精彩之處 然後 一把K系列可以買 平均可以買兩把 到三把甚至四五把以上的 這個 814 CE 如果是一般版的話 所以 你可以很容易的發覺到 怎麼說 那個 814 好 好 有一種很像Fender Carson Shop 價格也是 所以就是 這是Fender Carson Shop 要開始 開始的那個 Team Build的那個價格 就通常你只要看到 拿著 814的人 大概都是花了那個價錢 以上 沒有什麼疑慮 所以如果看到 低於10萬的 甚至什麼 7、8萬 6萬 我不知道有沒有可能 但如果什麼7、8萬的 Taylor 814 CE 讚 趕快收 哈哈哈哈 大概是這種感覺 然後 我們剛剛 走上去看一下 那把914 我一整好奇914是在做什麼 讓我吃個餅乾 喔 喔 好有趣喔 有必要調查一下 那914竟然是 好愛心慕的neck 我們找一把 要814Standard 新款的814他會做這個 arm card 一點點的arm card 我買的版本還在往上一點 所以 那個時期還沒開始 做這個 做這個手臂這邊 錢幣 會有的這個 有趣的切角 喔那個時代還沒有開始 現在時間已經 9分鐘 喔我們還有20分鐘可以聊 哈 然後 來看一下它的規格 我也是毛號跟neck 所以一直是我沒有特別去注意那個 那個情景到底有什麼材質 哈哈 我現在看到的是 914跟814 可以看差2000塊美金 最大的差異關鍵在於這個top 這個單板的top 這個單板的top 這邊builder 914c 他聲稱是這個 Lose Sproof 這個特別的 Lose的 雲山 然後 814就是我們很 經典的 西卡 西卡雲山的top 這個 這個 前面 好我來看一下 因為 Limited 以前真的差了一點點 像他這個是 看一下 Indian Rosewood 就是台灣 玫瑰木 玫瑰木的測備版 但我那把琴是 可可波羅的測備版 就是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所以我還沒拿到 真正814 就是經典的那個 至於那個Stand的那個經典 到底 是比較batter 還是普通 這個我們就不得而知 但我很喜歡那個 可可波羅 配上西卡 那個 西卡雲山 的這個組合 然後 我覺得插隊都是他的陰類 然後 琴盒長得一模一樣 這是這個陰 錢都花在這裡 你看看這個貝殼的鑲嵌 我這個拜頂 還有中間這個 而且上琴錦的logo也換 琴錦的logo換 然後 好吧 我好像能夠理解為什麼 914要多那麼多錢 Beauty Edition 因為 對 這個東西的搞剛程度又更高 然後旁邊這幾 這個貝殼的鑲嵌 等等 所以 好了 我相信光瘦眼看 這樣霸解 814 914擺在一起 你一定看得出來 比較漂亮的那一把是914 所以你很常看到琴 琴頭會有這個logo 這個 這個 我不知道該怎麼解釋的logo 這個就會是Taylor的招牌 你只要看到這個logo都是814的 然後814的琴身上的陰類 就會是 我的是金色的 好有趣喔 Limited Edition真的有差就對了 這個陰類 這個陰類 就會是那種那個兩塊那個那個那個形狀的 就跟它琴頭上面的香籤是一樣 然後這個914的給了你一個很奢華 很像那個 傳謀的那個 還沒有特寫那個琴頭 喔這個 他給了一個看起來很浮華的 哈哈 好啦 我承認 這個東西 真的值得你花這個錢 而且有趣的來 814的琴頭的這個貝格香籤 他的這個上面Taylor是香籤的 他不是說就是一個水印或是一個 7E可以上去 他這個東西是白點 然後裡面 上面這個 琴頭 旁邊這一圈也是一個白點 所以如果你肉眼看起來說 欸很漂亮 沒有錯真的很漂亮 欸我的那一把的BDT 旋鈕比較像這個 我有趣喔 背面 有有 他最接近只有這個 我的真的比較接近 這一款 喔沒有 我的是那個 等一下我忘記那個那個是黑檀木還是玫瑰木的 應該是黑檀木 他的這個琴琴 這個旋鈕是黑檀木 哈哈 欸這真的好有趣喔 趕緊再來確定一下 其實好像不用確定啦 直接 撥一下我的網站就知道了 然後我看一下 直接搜尋 有了 有了 欸真的啊我沒有記錯 就有沒有 他上面那個琴頭這個是黑黑的 這個調整圈是黑的 他真的是木材的 然後上面這個Logo是鴿子 他是和平鴿 就是一個 長得不太一樣的Logo 他就是要區分說 我是Limited Edition 還是一般的814 CE Standard 的這種感覺 好然後 大致上是這樣 因為 然後我們大概就看完了814跟914 那現在咧我們就回頭看 我們看看 那個 我能不能 看得出來 例如說 欸為什麼他不能夠再開個新的分野給我 例如說614 欸他這邊沒有714喔 他就是這個什麼 這個什麼 Torrifute Sprue 我也不知道這是什麼 不知道 翻譯怎麼翻 這個 Torrifute 喔 所以這個 Torrifute 是一種 一種攻法嗎 有就兩Torrifute 這樣解釋它什麼東西 嗯 嗯 好好吃喔 他是烤過的雲三耶 超好吃 所以他顏色比較深一點 他關完了解釋 所以 他從 BABY系列 GS MINI系列 一路到7系列 他不知道為什麼沒有8系列 然後到 後面的K系列 Builder Edition 包含Builder Edition 全部都有 這個Torrifute Sprue的這個攻法 我真有趣 我一直以為是用特別木頭 所以他看起來會比較一點Vintage感 之類的嘛 其他的看起來 不管是Evlin的直板 我一直以為是 614不是桃花星木的Nake 614是MapleNake 好有趣喔 MapleNake 然後看起來琴盒都同一個 也是很漂亮啊 我們再點大圖來看看 嗯 ByDin 喔 ByDin長得不太一樣 好好有趣喔 Innet也不一樣 但他上面也是有一個鑲嵌 好好玩喔 真有趣 真的會有一點點細微的差別 然後這把琴跟 814C一直差200塊美琴 我覺得 通常這種情況我們都會直上 還有這邊的 特色 有什麼 724 724 為什麼沒有714直接跳724的 然後514 Legacy 好有趣喔 然後Legacy的714還比614便宜 那我們看一下 對Legacy為什麼叫做這個字會比較便宜 我們研究一下 冰過的紅酒蠻好喝的 POP不一樣 POP不太爽 這個SIDA 我跟SIDA的TOP不太爽 然後這邊就是那個圓圓的音類 但是 好說是比較高級的材質 好可惜喔 為什麼714直接看起來比較平價 人家614C有 還有很漂亮的相切為什麼714 直接變這樣 然後連764看起來都不錯 然後 難道比較素面的這個 這個音類就叫Legacy 顏色也好特別 它是什麼特別的木頭 大家這個Logo都長得不太一樣 然後它琴頭跟琴頸 紙板旁邊就沒有白頂了 這也是省下一道工序 這什麼木頭 哈娃金木的NAC 然後 喔哈娃伊 KOA 喔真的喔 所以 它是K.O.A的TOP跟K.O.A的側面 整把頂都是K.O.A的 喔那麼有趣喔 所以724是這個概念 它這東西應該蠻有趣的 然後 614C跟724C價格是一樣 那514C是什麼事情 欸人家514也有BIDING啊 也有很漂亮的BIDING啊 那為什麼 714Legacy 你突然給我變那個樣子 喔 是黑的白頂不是白的 我覺得白的比較漂亮 然後一樣琴頭 沒有白頂 但一樣是貝殼相簽 然後 木材呢 Spruce 就是剛剛那個Terrified Spoole Top Spruce Urban Iron Bark Back and Side Urban Iron Bark是什麼 這個木材我不熟 但是都這個價錢 然後也是桃花金木的那一顆 然後Ebony的 Fingerball 喔好有趣喔 它514CE便宜了100塊美金 為什麼看起來比較漂亮 它也是這種 長得不是很一般的陰類 它是有點像那個 梅花或方塊狀 有點特別的相簽 它琴頭蠻漂亮的啊 它長得好有趣喔 哈 它是黑的 然後也是一樣 沒有拜定 然後這邊已經開始沒有LOGO了 哈哈哈 我覺得那也沒有一個 一個LOGO一個Mark 看起來就是有點 有點素 有點樸素 的這種感覺 好 我們再網上看一下 因為我們直接針對這個 GA童生來 做一個分享 不然如果每個型號都要看 它可能會看不完 然後 好有趣為什麼會藍色的 614 Limited Edition 然後 直接就跳到414了 314 414 Special Edition 沒有一般的414 真的好玩 然後價格都一樣 然後選這一把 這是 314 324 我們選314好了 我們選414來看看 哇 難怪都那麼貴 因為 414 一樣有這個很漂亮的拜定 而且414鏡頭的LOGO 很奇怪 就是每一個 型號不一樣 好有趣喔 可是414竟然是雙白邊 所以它這個每個產線 做法不夠的話 這個看起來很像花紋的東西 也是很漂亮 對還有這個 它鏡頭上跟鷹類都會有一定的 關聯 雖然旁邊沒有拜定 然後指板也沒有在做拜定 但是鷹類還是很漂亮 這什麼糊頭啊 喔 C卡銀3 Indian Rosewood 也就是說 414的 跟814差了1000塊美金 但基本上 到木材之類的東西 大部分都跟814是一樣的 一樣的木材種類 不一樣等級在一樣的木材種類 然後往下降價500塊 314我覺得1R是很貴的選擇 因為 哇 這個木吉他入門門檻真的高很多 這個價格你看已經超過一把 沒一把沒一場我走的只是沒一場入門擠的 哈哈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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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很好玩都是硬盒都同一個硬盒 然後看起來都是給Global Tuner 然後這個它跟4E4的差別主要是這個back and side 這個測備版它是這個Sable的這個測備版 所以主要是它在你是不是桃花西木的 講說玫瑰木的測備版 就是3E4跟4E4之間的主要差別 然後價格就差了五百塊美金 然後的確4E4會跟8E4更加的接近 所以如果你喜歡8E4的音色或是組合的朋友 4E4會是一個 這可以說CP值嘛 因為還是很貴的一個狀態 然後214我們直接看214好了 一般的214 214跟314之間就差很多 我214這樣999耶 這價格評價好多 是因為產地的關係嗎 哦 它的測備版就是多層黏合的葡萄木了 然後 然後 兩個價格上不太一樣 然後 雖然一樣是很棒的琴 很棒的 超棒的Telerumen琴 看一下它的頭 這個頭如果看起來沒意外應該也是貝殼相尖吧 如果沒有看錯的話 然後也是有雙邊擺頂 雖然比較素色 它的音類就是DOT的音類 在 這把琴依舊漂亮 欸 但你看8E4 E4跟3E4之間差了1500塊 2000 欸 對 1500塊美金 所以3E4跟 噢這個 現在214的CP值超級無敵高耶 大概 台幣 4萬 希望有找 這個範圍可以買到214CE 就可以開始彈Teler的吉他 然後它跟 114的距離其實有點近 所以 沒有到說要花很多錢升級到214 但是你一到每一場 之後 直接變成多1500塊美金 多了一倍半 噢的 就1比2 2.5的感覺 哇這個價格實在是這個起跳 所以每一場的Teler價格反而非常的接近 因為看4E4跟214只需要再多加個200塊美金 所以 214CP值真的很高 然後這個4E4連很多東西 噢 它NEC從 塔花心木變成了 我們的 Maple NEC 峰墓的 情景 好我去 在木吉他上面看到峰墓的情景 我之前知道說那個很大的JUMBO的BODY 為什麼要配峰墓情景 因為它這樣比較平衡整個 頻率跟音色上的表現 因為它高頻會多很多 剛好讓整個 大同聲 JUMBO同聲的 這個 頻率 更加的均衡 更加的甜美清澈一點 才不會說低頻太多 這是一個我所理解的認知 好 我們現在做完了Teler理解 我已經把Martin開好了 Martin我們直接入門每一場琴 直接都 最便宜是 八 第一 八 我記得它也有一個寫 叫American Dream 哈哈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還是American Dream 是 有 American Dream 是我們Teler的 AD系列 我們來研究一下我們的每一場 喔 看背面就知道 第18跟第28差400塊 美金 兩把琴看也是不同其他 有趣的來了 好 看一下 Standard Rode Nude Body Size Body Size 我們直接選 直接選 D Dragonaut 就是 我心目中的Martin 也是這種 這個配置 然後我們來 看能不能排序 哇 跑掉了 Dragonaut 我想要排一下價格 從低到高 看一下最便宜的Martin Dragonaut是從 喔 這那個DX-1E 那個很特別行 那看起來 科技感十足 所以我們剛點了兩把D18跟D28 還算是比較高階的情況 看一下他的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情深規 喔 那個Martin的這種 情深規格表 嗯 嗯哼 喔 好 我知道了 D18跟D28最大的差異 就是他的測背板 D18用的是 桃花心目 D28直接用到Indian Rosewood 就是玫瑰木這樣子 喔 就很明顯 半兩把琴的情景 我記得 都是 你也可以拿的 嗯? 我怎麼找不到情景的Material 真的欸 他沒特別寫 什麼情景 有趣啦 他就寫測背 哈 好玩 Loftmore 喔有啦 哇 那麼詳細喔 為什麼D18的情景 你猜的叫做Select Hardwood 什麼叫做選擇的硬木頭 Hardwood是 好啊 相機又跳掉 所以我們繼續來這樣 然後我發現有趣的事情 我們後來跳到D35 齁 那個我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我剛剛想說 D35還比Telan的814CE還 便宜了幾百塊美金 六百塊美金 聽起來還好 但是在 在這個這種價格 其他的那個 幻能台幣動輒 就是一看六百塊美金 快兩萬塊錢台幣了 我的這個價差 看起來還是很素 一樣是 一行經典的Martin 然後這個 我們的 Grober的旋鈕啦 然後這個 Dart的Inlay 雖然有Bidin 但看起來還是很素這樣子 我想說欸 然後 我一直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它有點NAC都是寫Select Hardwood 它就是不寫桃花心目 我覺得 是整個系列都是嗎 然後我一路看到 HD35 剛剛一把 3399美金 然後我們看看HD 通常會是Deluxe之類的型號 欸 結果也是一樣 是3599 那我就看什麼型號 開始會給你寫桃花心目 結果 這邊也是寫Select Hardwood 到D41 一把5199 欸 那個5199是不同世界的 剛剛我們在講 3499 3999 欸直接跳5199 什麼概念 你等於又多了半把琴的錢 大概1600 1700塊美金 欸那個將近台幣又 對5萬塊我沒有算錯 剛剛講的就是 欸 我是算錯嗎 沒有 真的是5-6萬 動輒5-6萬起跳 但是 有趣的是 你看到 拿的這種琴頭人 記得 那個閃遠一點 它要不就是凱子 要不就是富二代 開玩笑的 這把琴齁 真的是跟剛剛有不同概念 你貼了再怎麼拿 拿到後面它不會是那麼浮華的 Logo 但是在Martin的D41 5199美金 這個定價的這個Range開始 它的琴頭開始會長這樣 就是 長得不像一般的Martin 什麼叫一般的Martin 就像這一種 我們隨便按一把Martin 這把也一樣不便宜 一樣是 沒場琴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有了 這個看起來很 很樸素 樸實如華 這一種Martin 就是我們一般講Martin的頭 那很顯然 你看到 那個 我們到D35 已經要4000塊美金的琴 依舊沒有這個很浮華 到HD35 也還是沒有 而且琴頭連擺頂都沒有 到D41之後 終於琴頭有擺頂了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 高價琴的領域上 我覺得Taylor 除了你說一些更modern的設計 跟規格型號之外 Taylor真的給的很捨得 你看 那個Martin要到這個Range 才會有這種比較浮華的 中間是斷層 你看中間 我們剛剛說 D41 但D41後來中間的 你說從一路 從D28 D35 然後 然後那個HD HD35 全部都沒有這種奢華配置 連琴頭的擺頂 連這個NAC的擺頂 還是黑色的 一路要到D41 才開始會有這種 我們比較熟知的這些 Taylor上面會有的東西 到D41 一把5299定價喔 美金定價的琴 才會有這些我們剛才講的 規格或東西 然後 接下來就是CustomShot D42叫6399 這個又是另外一個概念 就是這邊講的數字 好像都不怎麼大這樣 哈哈哈哈 然後一路接下來 我們看到 到這個 D45 到D45 100已經要將近30萬 再加完稅金 關稅什麼之類 大概一把40萬跑不掉 看到這個 最奢華 然後下面還有一把是什麼 134999 我沒有念錯 一把 135千 美金 135千美金 你沒有聽錯那個數字 隔壁有一個50週年 這是什麼 5萬塊 對 沒錯 對 5萬塊 美金 這個就一百多萬 然後這個 13萬 這個就好幾百萬美金 我不知道關網為什麼要掛這一把 就是掛給你 給你好看 啊這個東西就是什麼 聊多奇怪 多奢華 全部灌給你的 那種感覺 那個我們就不拿出來討論了 因為 到那個價格已經不是錢的問題 當然就是你喜不喜歡 然後你畫不畫得起 我已經不是我們一般在討論的 音色的範圍 但是你可以看到 無一例外的是 後面這些很貴的 Martin的頭 都是這一種 他幾乎想要把上面那個長方形 滿版的 這一種設計 那我們回來看一下Martin 我們看 最後我們把Taylor的奢華系列 稍微走一遍 剛剛至少是一般的Standard Standard款的奢華 大概Taylor會多奢華 好 我們就結束今天這個影片 然後 就來開始做剪輯了 光是 Taylor官網這邊掛的GA統身最貴的錢 兩萬塊美金 就是剛剛我們講的 60萬新台幣 美金定價不含其他水金那些的 所以意思是剛剛那幾把錢 我剛剛最貴那兩把 直接掛一個 五 這邊是兩萬美金 對剛剛是五萬美金 跟十三萬美金 到底有沒有算錯 那個數字 哈哈 算了 已經是不同事件的概念 就Taylor只好他掛在這邊 五十週年紀念款 這些特別有趣的琴 這個 PS24CE Limited Edition 然後這些我根本都不知道在寫什麼東西 看一下好了 這把兩萬塊美金 60萬新台幣的琴 到底有什麼黑歌機在上面 我們就來細細觀摩 喔喔喔 好喔喔喔喔 我真的覺得在錢在Taylor這邊比較好用 還有音箱 附一個音箱給 這個 我已經不知道這個是 我知道這個很漂亮 但是 喔這個 就是已經是 本身是藝術 連這個旋鈕都有特殊的雕花 整個貝殼的鑲嵌 喔喔喔喔 這個背面就發生什麼事情 好啦 這個真的是 我覺得 大家手上一定很爽 連這個地方 連夏淺枕這邊都要給你雕花一下 做一個貝殼鑲嵌這樣子 這真的是 不同世界的概念 這顆音箱是什麼意思啊 它會有顆音箱給你 一樣是 那個 等級不一樣 但一樣是 桃花心木的那一顆 這邊是 這個 Hawai Hawai NKOA的這個 側面板 然後也是Hawai NKOA的TOP 整把琴都是這個K系列這樣子 然後 黑檀木子板 然後一樣是這個 Expressions System 2 我當然就有點欣慰 我有琴跟這把60萬人琴上面 裝的是一樣的電路 哈哈 的這個概念 這顆音箱是什麼意思啊 好趣喔 對啊 有沒有介紹一下 蛤 V 這個V 這個V的Braset 有 有誰可以分享一下 那個音箱是什麼意思 Nuditioning US will purchase 這個會 be offered Nuditioning US will purchase Acoustic Vocal App 喔所以 這把琴會特別 嘎這一台剛剛的音箱 它會 嘎一個 木吉塔的音箱給你 就是反正很多你花60萬塊 哈哈 它就會有一台 你就算應該會超級好聽的 而且 它們自己出的 一定是特化 它們Taylor前的 音箱 然後上面有一個10寸的單體 4Range Speaker 蛤 還可以連藍牙 Reverb 然後跟各種主要的 Vocal Mind 喔所以你可以真的拿那個音箱去表演 拿60萬的吉他跟音箱去表演 好不錯喔 蠻浪漫的沒錯 哈哈 OK 了解 所以到這個價格都會付那個很貴的音箱給你 你都花40萬或60萬 你聽起來那個數字已經麻痺了 然後到30萬 OK 也還是有負音箱 看一下沒有負音箱會長什麼樣子 沒有負音箱也要30萬 Builder Edition 914 還是K24 看一下K24好 今天還沒什麼看過K24 就Builder Edition 看一下 看一下 K24好 應該也是雲山 對也是雲山 然後這邊就出來了 有趣的 這邊一樣是那個Terrify的雲山TOP 但很顯那個等級一定不一樣 但他們生生那個乾燥過之後就是 聲音會更甜美啦 然後更乾燥更穩定啦 之類的 喔然後是KOA的 畢竟是K開頭的 K24 這就是KOA的側背板 桃花西木NEC 然後一樣是這個 黑檀木 的指板 然後一樣的電腦 一樣的case 他們不管哪一把錢都撞一樣的情河 突然覺得很欣慰有沒有 哇它真的很漂亮 然後這個 這個指板 陰類真的是 不得了 真的不得了 喔 然後這邊它都 加一些有趣的人體工學的 這個切邊 好了這個真的很漂亮 這種還連冠型的音類更好 然後這種 很可惡的彩色貝殼的鑲嵌 哈 一樣的電路 所以他們真的覺得那個電路是 已經完美了是不是 就是沒有必要再做升級了 所以 從很便宜的錢到很貴的錢 都是這個 價格 然後 SATIN OVERVIEW 規格表 BODY PACHAG 沟通 喔所以一直是沟通的那個 不是不是沟 抱歉是我講錯了 啊 有了 這個是沟通 510 喔對 是沟通的510 喔 真是有趣喔 所以我現在我們簡單的小節就是 後來想一想 喔 Percentage Presentation 開個Presentation系列喔 動輒30萬起跳這樣 對 動輒2萬塊美金 我最便宜的Presentation是 這什麼 Sink Redwood 喔 很有趣的 Rosewood GC統生 也是要配Expression Season 2 他們到底多喜歡ES2的電路 我們的Presentation系列 Rich Detail to Art for Presentation 該說Presentation這個系列是你可以用相較低價 弄到很奢華很浮華的各種 貝殼相簽嗎 的這種感覺 Academy 所以從Academy系列開始就已經是單版了 然後這個 全單 至少Academy確定是面單 對 面單 然後 然後 American Dream系列就已經是全單版 所以 American Dream系列真的還蠻 划算的 有時候用一把大概6萬出頭 新台幣的 琴就可以買到大部分 大部分 大部分的 Tether的 特色 這個系列真的還不錯 50周年 而且每一把American Dream不知道為什麼 都是 是 桃花心木 的 Top 對呀 都是桃花心木的面 只有 American Dream GA統身 那50周年特別紀念款 ad14CE 4 Spruce 是雲山的面板 然後 Body是 胡桃木 這樣子一個搭配 就你可以用很漂亮的價格 我記得American Dream是每一場 就你可以用很漂亮 就是比某場多一點點的錢 就入手每一場 不會直接跳到那個 那個多一個E 多一千塊美金 之類的那個Range 就以上喔 今天就是我們分享那個 Taylor跟 好漂亮喔 哈哈 就是我們分享Taylor跟Martin的一些美賞情 真的整個系列的一個 縱觀一個瀏覽 然後喝一下昨天的紅酒 我們確定紅酒 放一天在冰箱 然後塞上軟布塞 套這個 是不會有很大味道上的變質 謝謝 感謝大家收看 我會得到老闆再會 好的今天有目的大家上面的分享 如果你喜歡這個 系列影片的話 歡迎幫我留個言 按個讚 我會很開心 然後我知道說 原來大家喜歡這個影片 我就加碼製作 哈 這個系列的影片的分享 這樣子 感謝大家收看 我會得到 老闆再會 然後頻道上有許多我相關的3Voice 我的IG 然後我的Youtube頻道 當然 就是如果你喜歡的話 你的按讚訂閱會對我來說 是非常大的幫助 這樣子 感謝大家收看 拜拜 這是今天的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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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